妳平常啊 有沒有什麼賽前症候群 就是會有焦慮感 然後可能是會睡不著 或者是 我可能會就是很緊張 到現場狀況到底是什麼樣子 就想很多 然後給自己有一點很多壓力 會睡不著 然後容易肚子痛 然後會一直很想上廁所 其實又好像又沒有 都睡不好欸 怎麼辦 都會睡睡醒醒 嗯 已經八場拳馬了 那八場拳馬的陣狀都一樣嗎 欸 對耶 很像 很像喔 是不是 對 這位跑者就是 妳平常啊 比賽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一些賽前症候群 呃 沒有 哇 那妳就是比賽型選手 不是 我是太混 不是 我是太混了 看了剛剛的訪問呢 妳是不是也有以下賽前症候群 側腹痛 便秘 生病 發燒 失眠 壓力等不同的症狀 不斷的在妳的賽前當中一直出現 平常訓練都沒事 一道比賽就有事 那我們今天呢就要針對這個賽前症候群呢 來邀請到我們的來賓 如何去解決或者是改善這個問題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洪博士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教練好 我是台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所的洪博士 那過去的研究主要是在益生菌的篩選 以及益生菌在特定疾病 還有現在是針對腸道菌跟特殊疾病 以及現在的重點就是跟運動相關的表現 今天就想要來了解一下就是說 欸 我們在比賽前當中 明明我已經有去做這樣子的一個飲食上的調整 那在賽前一個月我可能就會 減少一些粗纖維的一些食物啊 或者是可能會去調整自己的睡眠 然後也會多攝取水分 但是我還是會遇到一些腸道的一些問題 那這跟什麼東西有關係 想要特別請教洪博士 是 其實我們剛剛這樣聽起來 整體來說最後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很多時候就是飲食不習慣 會造成這樣的因素 我們常說要吃一些東西讓身體可以適應 然後教練都會叮嚀嗎 就是賽前或比賽中 千萬不要去吃那個不習慣的食物 什麼燒肉啊 啤酒啊 炸雞啊 你通通Stay Goodbye 甚至那個能量膠 就是身體沒有適應過還是要適應一下 那所謂的適應到底是誰在適應 其實就是我們的消化系統 我們的腸道黏膜 對 還有一個就是腸道細菌 如果他們也不能夠快速的分解這些食物 可能導致堆積 比方說像豆漿 沒有辦法快速的去代謝掉 然後產生過度產氣 這時候他一邊跑就會一邊 脹氣或是想吐 就會發生這種狀況 對 所以其實專家都會建議 就是我們要適應 讓我們的身體適應 其實他就是讓腸道黏膜跟腸道細菌 都要去適應 那其實像這樣的適應 到底要花多久的時間 因為像我的話通常就是 賽前一個月到兩個月 最多就兩個月之間 我會去改善我的飲食的習慣 比如說平常吃炸200 突然改善之後就發現那段時間 好像會有一個過度不舒服的期 但是過了那段時間 身體就會慢慢的越來越好 那也有就是我從吃很健康之後 再去吃炸200 怎麼肚子又開始痛起來了 這樣子的狀況到底是 原因是什麼 教練可以猜一下我們的整個 腸道細菌在體內的數量 大概有多少 數量嗎 姑且一猜大概10億吧 OK 10億是吧 敢保證如果你體內 只有10億的細菌的話 你絕對跑不出現在的成績 對你可能就要躺在醫院 這麼誇張 答案是100兆 100兆喔 這個如果是現金有多好 所以其實我們很富有 那這個100兆這麼大的數量 其實在我們的腸道 扮演非常重要的生理的機能 對所以像剛剛您提到的就是 有一些適應轉換的時間點 其實這個真的沒有辦法回答教練 因人而異啦 因人而異啦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好菌壞菌啊 或這些中性菌的比例 其實真的都不太一樣 可是像紅血球 就有每三個月更新一次 所以腸道菌它如果這樣適應的話 有沒有一個大範圍的週期 其實我們如果在一般的老鼠試驗看到 其實它在菌相的改善 可能就是大概三到四週 就會有一個改變 所以如果我們抓到人體這邊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比較保險應該是 如果想要長期的讓身體適應一些食物的話 你可能就是抓兩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如果一開始會有一些問題的話 或許可以少量少量 然後多次的去讓身體有辦法適應 對那如果每次吃還是很不舒服的話 那就是緣分的喔 可能就是不適合 就是那個食物真的就是不習慣 因為其實食物不管怎麼樣都還是 因人而異 我們是透過吃進去的實驗 然後產生出對食物的反應的經驗啦 對那再想問一下博士啊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在賽前的一個月兩個月 甚至比賽當天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失眠 或是明顯的拉肚子的一個症狀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如何去補充我們的飲食 然後去讓我們的身體有更好的一個 賽前症候群的一個降低的狀況呢 那如果我們針對所謂的情緒失眠這個部分 那我們知道有一個物質是赫赫有名的 這個神經傳導物質叫做血清素 血清素大家應該有運動就知道 很多營養師也都有分享過這個觀念啦 各位知道嗎 它主要是在腸道製造 而且會有80-90%的血清素是在腸道製造 所以意味著說如果你的腸道的狀況不好 你的血清素製造的狀況也會 就會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血清素不足 那當然就是你剛剛說的情緒啊 睡眠啊相關的就會有一些問題了 那同時血清素還扮演其他的功能 像是促進腸道的正常的蠕動 對但血清素身體是需要一些前驅物 需要一些材料才有辦法製作 更有名的就是色胺酸 我們需要因為色胺酸是一個所謂的必需 必需胺基酸 它需要從食物中去攝取 就是堅果類啊 然後一些全穀物的雜糧類啊 或是一些乳製品啊 然後雞肉瘦肉或很多魚肉裡面 都有豐富的色胺酸 對這些物質的攝取當然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體內去製造更豐富的血清素 但是其實像博士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不是到比賽前一週兩週才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射程 可能會來不及 因為腸道是需要時間去適應的 其實我們準備一場馬拉松可能長至20週 然後短至16到12週 那其實跟你在準備這個馬拉松訓練的時候 其實你同時也要準備你的腸道週期 是 有點這樣的一曲同工之妙的感覺 因為腸道菌它跟營養消化吸收 跟能量的代謝其實這些相關 所以說訓練的成效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透過平時的好的飲食 飲食就會去影響這些腸道菌 那當然就會呈現在我們的訓練成果上 那我們的訓練成果當然是希望怎麼樣 可以有參加更多比賽的機會啊 然後比如說像大家熟悉的 四名跑者最愛的六大馬拉松 柏林 芝加哥 倫敦 東京 紐約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最後一個 波士頓 波士頓馬拉松 那波士頓馬拉松呢 跟其他前面的五馬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它需要比較多的成績達標 就是你要通過成績 然後去達標這個比賽 我相信這些跑者呢 都一定有非常多的水準 然後也聽博士說 有一篇研究是針對波士頓馬拉松 然後這些跑者去收集他們的一些數據 這是應該是一篇蠻經典的一個研究啦 它是2015年收集這些跑者的資料 但是它在2019年才發表 研究內容它就是針對15位的波馬的跑者 而且是所謂的市民跑者 然後去分析他們的菌相 在跑前跟跑後的一個差異 那就發現這些選手呢 在跑步完之後 在完成波士頓馬拉松之後呢 他們體內有一支菌 都顯著的提升 這支菌叫做 非典型尾容式球菌 這個我真的沒有聽過 我只聽過那個什麼比飛多 所以在研究團隊呢 又把這些跑者其中一個人的糞便 去把這支菌塞出來 然後拿去餵老鼠 然後就發現呢 這些老鼠吃了這支 非典型尾容式球菌的老鼠 它在耐力運動表現上面的成績 都提升了13% 這麼多喔 那那個大便 對 所以我們說 看起來 台灣人說 對 這時候你就要跟他說 要吃好賽 在這篇研究其實不只是表現說 這一支菌 在波馬跑者的體內都提升 然後耐力提升 但是它還有一個機制的環節 他們發現這支菌的特色就是 它能夠利用乳酸 乳酸其實不是不好的東西喔 大家可能都會對乳酸有一些刻板印象 就是說比如說 乳酸啊 堆積啊 然後沒有辦法代謝啊 隔天還有乳酸 其實乳酸基本上在30分鐘 就代謝完了 對 那乳酸在耐力運動中 它會大量的生成 造成一些我們的運動表現的下降 但是這一支菌它就有辦法快速的利用這些乳酸 然後把它轉換成丙酸 再提供肌肉能量 這支菌可以做到這樣的一個防禁 對 沒錯 其實我們後來發現不只是這一支菌 有一群菌在我們的體內 都可以扮演這樣子的角色 你可以想像嗎 如果你的體內 有這一群豐富的好菌 13% 它在你跑步的後段 我們希望我們體內好菌 可以把這個能量轉換出來 然後變成最後的能量 然後不掉速 甚至可以在最後的階段 衝刺衝出去 那我想問一下 欸 這支菌呢 到底要怎麼樣來去攝取 既然我們都已經有這麼明確的方向的話 那這支菌我們要來怎麼攝取 對 應該是說這一群菌 我們現在研究發現 只要是能夠讓體內 產生短煉脂肪酸 那它們需要的是什麼 食物呢 就是我們剛剛一直在提到的 膳食纖維類 像是顴骨的雜糧類 堅果類 然後一些 還有一些發酵類的食品 像 泡菜 然後日本的納豆 味噌 這些都是發酵類的食品 還有像是一些特殊的 蔬果或是植物的發酵液 這些都可以讓我們的體內 養成這樣的環境 這樣子 你突然 我一想到 日本跑者 欸 他們為什麼會這麼的強 會不會都是因為吃了納豆 然後吃了泡菜 因為他們都有非常多這些發酵的物質 他們的平常的飲食型態其實就是 非常符合這個菌相的一個 是的非常符合 對大家試想 我們這個100兆的腸道菌的這個兄弟姐妹們 如果我們可以讓他們偏向所謂的好菌群 我們的體內有分為好菌壞菌 還有一群的中性菌 如果我們的腸道菌相偏向好菌群 對那他這個時候 他就可以提供非常多的注意 我們剛剛在講的 不管是賽鹹的壓力的情況 提到好的菌相 對腸道的血腥素的分泌 可以維持一個正向的 然後比方說好的腸道菌相 維持好的腸道免疫系統 那這時候你就賽鹹不容易生病 不容易上呼吸到感染 也比較不容易吃壞肚子 因為他可以第一時間抑制病人菌 博士這邊有沒有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去保護我們的菌相 有哪些特別的事項 我們需要去來了解然後去認識他 我們剛剛也是說養護在平時 所以如果我們先確定養護在平時的這個觀念之後 那基本上我們就可以降低很多賽前的風險 但是還是有一些基本的觀念 我想逼不得已我們盡量不用藥 就是一定想辦法讓自己不要感冒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的狀況 如果藥物使用或是說像抗生素一進去 其實腸道的菌相是立刻處於一個混亂的一個情況 他就需要重建 那其實這個時候也在小鼠的時間看到 就是他的運動表現會立刻的有一些浮動 其實我這個就蠻有感覺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我很容易脹氣 然後會拉肚子 然後我就會吃腸胃藥 吃完呢我大概兩三天 體能都會比較差 這個有可能都是會傷害到我們的菌相 或是說他破壞了一下他的平衡 他其實需要重建 又需要一點時間 對 如果可以維護好整個腸道菌 平時把它養護好的話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總結幾個字 平時有養護 那你就可以帶來幾個效益 就是他會帶來賽前的保護 保護你不受到情緒的干擾 保護你不受到一些可能感冒啊 或是免疫系統失衡的一個情況 然後同時保護我們盡量不會受到食物 如果有一些不清潔的食物造成的一些感染的問題 這是賽前的保護 因為我們腸道菌非常的強健的時候 他有非常大的彈性去做調整 這是賽前的保護的部分 再來就是賽中的守護 比賽中的守護 守護什麼呢 守護您的配速 13% 增加13% 就是讓您的配速不會掉 那甚至最後呢 還會提供一部分的能量 我們的腸道菌會轉換成這些能量 然後讓肌肉可以利用 所以這叫比賽中的守護 再來就是比賽後的修復 好的腸道菌上呢 比較不會讓腸道有一些發炎的一個情況 或是可以快速的清除一些體內的一個廢棄物 所以就會有更理想的一個恢復的一個狀況 就可以讓你更好的迎接下一次的比賽的週期 以及訓練 那非常感謝呢 就是洪博士今天來到我們的頻道 然後來為我們去做這個波士頓馬拉松的一個分析 然後以及這個腸道菌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以往呢通常都是在比賽前一個月才會做這樣的調整 那現在可能就是要按照這個訓練週期 同時跟著一起進行來去養護我的腸道菌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腸道菌對於我們跑者有多麼的重要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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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的影片 我們節目可以看到我們節目的影片 我們節目的是我們節目的影片 我們節目制裁會 我們節目的影片 然後是我們節目節目的 我們節目節目 我們節目的節目